让我带着我自己的弟兄去打香城 我保证把他都能打下来 向将军 你就给我一天时间 就一天 我带着我的弟兄去打香城 如果打不下来 我把脑袋放在这儿 君诸无戏言 切将军 刘邦攻打香城大败而归 切得项羽当场炸锅 怒斥他败得太惨 给向家军抹黑丢脸 不等刘邦解释 项波首先坐不住了 自己从头到尾几乎目睹了战斗的全过程 在他的视角里 老刘可以说是尽全力了 处处身先士卒 最后要不是自己出马营救 或许他就直接嗝屁了 我身为监军 指挥无方 难辞其咎 还有 就是那守城的敌军 实在是太凶悍了 项羽即便再不相信刘邦 也得相信老叔的话 他只好压住怒火 让刘邦军撤出前线 换上精锐部队进攻 为了洗刷战败耻辱 项羽直接撂下横花 先两个时辰之内攻下香城 守军若不投降 破城之时 一个不留 诺 诺 正当众人准备散会时 刘邦却提出意见 他表示这次战败的最大原因 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萌 而是因为手下的小弟 被大批量更换 导致指挥起来太别扭 没错 咱们向家军 各个骁勇善战 都能很能打 但是跟我们不一样 我的这帮弟兄 平常跟我打仗 我们没什么章法 反而能出其至少 这个就像老虎打架 跟柴狗能一样 咱不是一回事啊 项羽听得有些不耐烦 输了就是输了 找这么多理由干啥 眼瞅着刘邦满脸 写着不服 他倒想看看这家伙 能说出什么歪理 让我带着我自己的弟兄 去打乡丑 我保证把他等他打下来 悔功 向伯亲眼见到刘邦 身先士卒的表现 以及敌军的凶猛 他不想看到一个反勤意识 为了意识的意气 而冲动的丢掉小命 可惜刘邦却压根不做理会 大言不惭的撂下狠话 向羽也当场给出承诺 如果成功的拿下乡丑 他保证不分拆刘邦的人马 而自始至终 老狐狸范曾一句话都没说 这一场的举动 反而引起了萧和的怀疑 毕竟从一开始 范曾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刘邦保持军队的独立性 可他偏偏同意了此事 战斗整整持续到半夜 双方损失都极为惨重 好消息是 刘邦占据了微弱优势 只要不出意外 拿下乡丑板上钉钉 坏消息是 意外很快出现了 卢丸立马建议 找项羽要援兵 结果被刘邦劈头盖链一顿骂 项羽会给吗 这哥们只看输赢 从来不管人数多少 败了就是你没本事 范曾会给吗 他要的就是刘邦死翘翘 事到如今只有一条路 不惜代价 给我攻城 把这些俘虏分成三队 补充到我们的人马里边去 小的人 我们一个都不了 五千个俘虏全部交给项羽 包括那些库服清单 为什么啊 这城池可是兄弟们用命还来的 你懂个屁啊 一个不能少 全部交给项羽 这是刘邦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战斗 原本势在必得的湘城攻击战 却因为突然冒出的一万勤军 而彻底被打乱了战脚 接下别说攻占城池了 能不能保住小命都成了未知书 然而刘邦却没有丝毫退缩 他当成一生令下 直接把清兵也派到了前线 这老家伙明明知道 秦国的一万元军很快赶到 可他偏偏让一无所知的刘邦 带兵硬伤 萧和吉的血压狂飙 当地建议撤出战场 此刻一旦撤队 等待他们的就是项羽的蔑视 以及老家底被彻底分拆 随之而来的就是刘邦丧失手中兵权 被项羽彻底架空 日后再难有大作用 只能成为项家的附庸 这对于野心滔天的刘邦来说 简直比死还难受 还不如一往无前 亲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只有进攻 只有打下乡城 只有赢得胜利 我们才能对得起 活着的和死去的弟兄 这仗我们必须打赢 惨烈的战斗 足足持续到此日清晨 浓烈的沉雾中 刘邦驾驶着双驾马车 猛的冲进战场 硬生生撞出一条血路 直到被地面的死尸撞翻 刘邦直接被掀翻在地 顺势砸死了不少勤兵 刘邦恨不畏死的冲锋 彻底点燃了众人的尸击 原本不分胜负的战场形势 被瞬间逆转 刘邦用身体做武器 愣是撞倒一人 手中的长剑猛的捅出 收割人头 这场胜利是用士兵的尸体堆起来的 刘邦在心底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 他要回来看着他往死去的兄弟 俘虏已经清点完毕 俘虏也已经全部封存 俘虏了多少 自作为以下有5200亿名俘虏 正好我们队伍死伤太惨重 把这些俘虏分成三队 补充到我们的人马里边去 不料刘邦听后去连连白手 表示这些人一个不留 包括缴获的所有物资 都必须全部交给项羽 反快当场就激眼了 这城池可是兄弟们有命还来的 你懂个屁啊 我 一个不能少 全部交给项羽 另外 在这个城头上 插上项家军的军旗 校合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老刘的野心大的惊人啊 眼下就是要隐忍韬惠 越是低调顺从 就越能赢得发展时机 让项羽彻底放心 可偏偏还有个老狐狸范增 刘邦越是听话 他就越觉得有威胁 裴公之相不小啊 相承他本无力打下来 但是他为了他的人马不被分拆 竟然贫死攻下来 我看他想拥兵自立啊 必须把他除了 变得后患无穷 我将找到秦精锐军团 精兵中的精兵 张涵清帅的大军 进行一场 载入青史的决战 你这是将领的想法 当统帅要深谋远虑 要有气度 张涵就不会这么想 他怎么想 我无所谓 反正我会找到他 杀了他 那你这么说 我就无话可说了 你想听就听 不想听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相语狂傲任性的宣言 气得范增 胡子直斗 自己咋就摊上这么个货 明明军事天赋强盗报表 偏偏对政治斗争 一窍不通 离开自己和向良 他早晚会为此 付出代价 当刘邦不惜一切代价 啃下香城这块硬骨头后 反正彻底看清他的野心 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 后果将是极其可怕的 老头当场建议斩杀刘邦 不料却被向良开口制止 他并不是出于心软而拒绝 相反 对刘邦完全没有好感 但眼下最主要的任务 依旧是推翻报金 至少在这个目的上 双方是一致的 抗秦六国统一战线的原则 必须坚持 自相残杀不可取 在说人刘邦攻下香城后 把所有的俘虏和物资 统统交了出来 这完全是臣服的举动 如果此时对他出手 日后谁还敢来投靠相家军 张天下的人首要一点 就是要聚拢人心 真到了王秦后开战的那一天 我要大侄子项羽在手 谁敢来硬碰硬 范曾依旧坚持将刘邦的人马拆分 不料项羽压根不买账 早在攻打香城之前 他就承诺只要刘邦能攻下城池 就不分拆他的人马 一个错目一个钉的字迹 必须要说话算话 范曾当场被逗笑了 这是什么话呀 细言罢了 项羽随即拿起一杆长枪 纸一斤就干裂了巨石 这好比我们八千江东子弟兵 一流的军队 这个就好比鹰部归附的那几万乌合之众 虽然不能穿金猎石 但也是够锋利的 你试试看 把这两个兵器捆在一起 还会这么好用吗 对军队的控制势加强 但眼看着这只精锐之势和乌合之众捆在一起 这只人马算几流 范曾胡子都快起歪了 将来你手下的士兵 远不止五六万 而是二十万三十万 这帮人里不可能都是江东子弟 或许还有个诸侯国的人 到那时你咋办 是当所有人的统帅 还是只当江东兵马的先锋大将 项羽表示称呼只是个头衔而已 哥要做的 是找到秦国最精锐的军团 进行一场 载入青史的决战 你这是人家最将领的想法 当统帅要深谋远虑 要有气度 张涵就不会这么想 他怎么想 我无所谓 反正我会找到他 杀了他 那你这么说 我就无话可说了 你想听就听 不想听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处理完刘邦后 接下来就要处置乡城的五千俘虏 相遇当即下令 全部坑杀 刘邦听后立马跑来求情 声称自古杀强破强 小心天打五雷轰啊 别跟我说这些废话 我刑兵法卿是为了讨债 讨大处的血债 秦兵固然可恨 他们穿上铠甲 是我们的敌人 他脱了铠甲 可就是老百姓 而且这是五千条命啊 刘邦的大格局 再次让范增 生出了无限的忌惮 于是又一次试探来了 关注我 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森林 多多转发 下期再见